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于7月9日结束四天访中行程 不过周六他在北京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时的举动却引发争议 被批评为外交失礼 视频显示耶伦在与何立峰握手时频频鞠躬 看似卑躬屈膝的态度引发美国许多人士强烈不满 从两人会面的画面显示 笑容可居的耶伦走向何立峰 双手紧握何立峰的手 身形相对娇小的耶伦一边寒暄一边频频点头 至少居了三次攻而何立峰始终只伸出单手 还稍微后退一步 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印太项目主任葛莱仪发推文表示 我希望有人告诉美国官员 与中国官员握手时要站直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的高级防务分析师德里克·格罗斯曼 则在推文贴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握手的画面 与耶伦鞠躬的照片做比对 相比之下布林肯显然占得很值 7月9日提交的一份法庭文件显示 美国硅谷银行的母公司 硅谷银行金融集团 对联邦机构美国联邦储蓄保险公司提起诉讼 要求返还被扣押的19.3亿美元 硅谷银行金融集团在提交的诉讼中说 缺乏资金阻碍了重组工作 这些资金每年本应产生于1亿美元的利息 如果没有这些利息 该公司将被迫寻求成本高昂且不确定的融资方式 硅谷银行金融集团表示 美国联邦储蓄保险公司的做法违反了美国破产法的有关规定 美国联邦储蓄保险公司暂未就此时置评 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 缓慢移动的夏季风暴于7月9日晚间袭击纽约州 引发暴雨与罕见洪水 哈德逊河河谷部分地区雨量达8英寸 包含纽约市在内的洪水预警持续至10日上午6时 洪水导致一人死亡 1.3万户停电 纽约州大部分地区9日晚间面临暴雨 东南部河谷地区有街道被洪水淹没 车辆卡在积水的道路上 纽约州州长霍储宣布 奥兰治郡与安大略郡进入紧急状态 尤其奥兰治郡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就遭遇危及生命的洪水 除一人死亡外 目前又通报有人失踪 紧急救援人员正在进行搜救 水量异常地大 另外 纽约市南部有两条铁路轨道被冲毁 导致一辆开往纽约的列车在半路被迫临时停止 纽约市在内等多个地区 皆于当天晚间罕见地发布了洪水预警 包含曼哈顿 布朗克斯 皇后区 西彻斯特郡 科林顿郡与富兰克林郡 在亚里桑那州的一起玩具店抢劫案中 受害者中有儿童被枪指着 这起事件于4月16日发生在梅萨布朗路的一家商店 但武装抢劫的视频于周五刚刚发布 一名男子手持手枪 指挥包括几名儿童在内的顾客站在商店的一角 当嫌疑人向柜台员工索要现金时 另一名顾客走了进来 枪手指挥新顾客与其他受害者一起站在角落里 完成了抢劫 调查人员认为 据新闻稿称 这名劫匪是一名20多岁的男子 他带着大约800美元离开了商店 警方仍在寻找嫌疑人 7月10日 欧盟委员会通过了一项 关于欧盟美国数据隐私框架协议的决定 要求美国确保 对从欧盟传输到美国公司的个人数据提供足够保护 达到与欧盟相当的保护水平 使得个人数据可以安全地从欧盟传输到参与该框架的美国公司 而无需采取额外的数据保护措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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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赏